水深森林花海 宛如童話事件般的景色 這裡是被網友封為 路板小瑞士的夏塔古道 夏塔在古蒙里中為階梯的意思 位於北疆伊犁昭蘇縣 沿途地勢陡峭 我們現在就在海拔 2000公尺高的夏塔古道上 而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吊橋上 下頭是冰川 後頭是高山 自古這邊就被稱為 最險峻的古道之一 相傳唐僧取經 也曾入過此地 夏塔古道全長120公里 靠近世界自然遺產天山 冰峰常年積雪不化 河流呈現夢幻般的奶白色 冰川下來水是就是 裡面有很多石灰岩和 這個荒物質的作用下 裡面是這種顏色的 我從武漢過來的 然後我就喜歡那種 就是地廣人稀 就是喜歡看那種自然的風光 所以沒有選擇 就是那種繁華的都市 不僅原生太景致迷人 新疆伊犁遼闊的平原 有六成都是少數民族 沿途能見到哈薩克族們的 綻房打麻奶子 縫紊毛毯外 草原上還能見到 當病人特有的高空鞦韆 兩人相互搖晃在高空擺動 這是早期哈薩克族們 逐隨草而居便於移動 想出來的修行活動 幾個木裝和繩子超刺激玩法 果然身為馬背上的民族 膽子夠大 正是美於新疆採訪報道 新疆採訪報道